不好意思 戰錯了 謝謝 謝謝 停車場一大早出現 搶購便當的排隊人龍 隊伍都排到人心道上 便當打開 雙煮菜有花枝排 滷排骨 搭配四樣配菜 只要五十塊 CP值爆表的超值便當 原來背後是一個超火大故事 因為那時候已經準備一半以上 突然時間到已讀不回 我覺得應該是有意有意的 一名自稱基隆海軍陸戰隊的 黃班長說要到宜蘭演習 連續三天和宜蘭這名便當業者 訂購一百三十元的便當 總共一千零八十份 總價將近十四萬 更誇張的是 對方還要業者幫忙買水 跟聯繫其他廠商幫忙訂購物資 業者便當都準備到一半了 對方還以讀不回 才驚覺受騙上當 業者欲哭無淚 眼看做好的一百八十個便當 全部白做 只好上網廉價求售 希望能降低損失 民眾也很膨償 我們是很容易 這麼貴 對 打算啊 這是農民的心血 做很好啦 有這樣的 看到瞬間就受光 我的心裡面還是有一點感動 最後一百八十個便當 在十分鐘內秒殺 至少可以降低損失 除了對捧場的民眾表達感謝 碰到這樣惡意詐騙又棄單的事件 業者也只能自認倒楣 記者林醫生李總則宜蘭採訪報導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三哥協會人員看到 眼前這幕氣炸了 居然有人架設高網 在撒網補戈 你XXX 我收 你走啊 走啊 走 走 魯哥的人被發現拔腿就狂跑 兩個人追在後面 跑過稻田田梗路 一路追 第一要件就是要先把網子割破 救鴿子 被發現的地點是台南柳營區 移住稻田 協會說現在正是訓練賽哥期間 常常有鴿子不見 開車出去要救援賽哥 居然看到嫌犯網了鴿子 正要收網 氣得圍捕抓人 都用鴿子贏 花了一兩萬 兩三萬 錢開去 我們家又不見了 賽哥協會成員辛苦養鴿子參賽 卻被不肖人士 半途攔截賽哥 用鴿子來勒索錢 也難怪看到有人網鴿 氣得狂追 記載了館章 海南某島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 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你這跟我們提招嗎 沒有 變異行徑 喬裝其他房間客人 到日租套房前敲門 質疑裡面太吵了 吵到睡不吵 對方一開門 警察 來 員警立刻表明身分 推開門攻堅衝進去 果然在裡面發現 九男一女 總共十人被拘禁 原來他們應徵臨臨時工 月薪三到五萬元 卻被載來日租套房拘禁 扣下手機存責提款卡 用來提領詐騙贓款 除了日租套房拘禁 警方也同步偵辦柬埔寨 詐騙租宰案 不好意思 原警趁女房仲開門 趁其把人逮捕 原來詐騙集團 利用人力銀行 徵求遊戲客服電銷人員 開出月薪五到十六萬元高薪 騙到柬埔寨做詐騙機房 如果做不到半年想離開 必須付孰金 十五到二十七萬元 才歸還護照 警方尋獻逮捕 主弦共十八人 是透過國內的知名的人力銀行的網站 來刊登求職的廣告 簡單工作內容沒有門檻限制 月薪卻隨隨便便破十萬元 天下可沒有白吃的午餐 提醒民眾不要輕易上當 一旦受騙被帶出國拘禁 賺錢不成 嚴重恐怕還會賠掉性命 記者今天中王書宏高雄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一旦能從新聞裡看進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麵包出爐 新鮮蛋糕超人心麵包店 下班時間客人搶買 生意超好 但店門口卻是亂象一堆 汽車亂停一整排 直接擋在門口 全部停在車道上 明明前面就是停車場 有的車開到停車場旁 就是不肯停進去 人行道上還有機車整排圍停 店家人氣太夯 但客人停車亂象一堆 隔壁店家氣到貼公告嗆客人 有錢買麵包沒錢停車嗎 停車場在前面啊 真的好無奈 天文曝光網友也紛紛留言 這裡應該要畫紅線才對 前面明明有停車場耶 就是想省停車費 多買一個麵包嗎 現在駕駛普遍比較愛圍停 本年度契機已告發30餘艦 應該善用旁邊的停車場 切勿違規停車 造成其他用路人的安全疑慮 麵包店超人氣 但只顧買美食 不顧交通規則 交通亂七八糟的確很擾民 謝謝豪國文嘉義採訪報導